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物质到了很小的尺寸以后 它的性质会发生一些截然不一样的变化 我们就利用它在尺寸下的一些性质变化 来做一些它的新的材料 新的性质 比如说我们常见的物质 它的你看到是宏观能够看到的 那么如果发到纳米尺寸以后 它的光学性质 它的电学性质 都会有截然不同的变化 我们利用这种变化来做一些新的应用 比如说我们可以做一些新的器件应用 比如半导体纳米器件 比如说现在的三星公司 还有LT公司 实际上它都有很多纳米材料 做的一些显示 那么它的性质会比传统材料要非常多 我们主要是利用这个来做研究 纳米是任何物质都有纳米 纳米是一个特定的物质 不是一个特定的物质 纳米只是一个尺寸 一个尺寸 一个skill 比如说你的 物质的那么小的材料 是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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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说你的怎么说呢 说一个比较简单的 比如说你的吃的盐 它可能你是很小的一个尺寸 那么我如果把这个尺寸继续把它研磨 更小更小更小 它可以到纳米的尺寸 纳米的尺寸可能你的肉眼看不到 但是你可以用很专用的血微镜 可以看得到它的尺寸 那么在那个尺寸下物质的一些性质都会发生变化 我们就利用这些变化来做一些比如说生物应用 也可以做一些半导体体制物理的应用等等 那么你身上为止 纳米用的比较成功的例子是什么 对于我们普通人来看得到 这个闹都跟谁 有很多方面 有很多方面 其实我最记得一个最简单的一个是癌症治疗吧 那么现在常用的癌症药呢 实际上它有一个最大的副作用呢 就是它杀死癌细胞的同时 它会杀死正常组织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癌症的 你去做化粮的时候 你的副作用非常明显的原因 比如说你的头发会掉 你的整个身体都不好了 其实因为它治疗癌症的药呢 其实在也在 对 那么如果我们现在将这种用 做成纳米的纳米材料 比如说它达到200个纳米左右的时候呢 它进入人的身体以后呢 它就会对肿瘤组织有个特异性的识别 它愿意呆在那里 而纳米尺寸的东西都会有这个效应 叫EPR现在就是选择性的滞留效应 这样子的情况下呢 它在正常组织里面呆的就会比较少 它在肿瘤组织呆的就比较多 基本上这个纳米医药就是根据 总的来说是根据这个效应 这样减小对正常组织的一些副作用 来提高癮的治疗效果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纳米医药在生物上 比较好的一个比较成功的概念 但这种药当然现在已经在临床上 已经有一些这种药 但是还是比较少 那么这就是科研工作者 一直不停地在努力的主要的原因 希望将来能够有用着 是的,是的,是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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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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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V 这 哦 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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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准备 好吧